三星五费只排第四你敢信 咱们来看这一场啊 老规券开局抢个大帮嘉宾局 第一轮小怪给的个凯隐 我嗅到了金灵的气息啊 第二轮小怪给的个贝壳 第三轮小怪给的个腰带和章鱼妈 不是金灵呢 到海盖斯 如果幻境的效果是海盗的话 那就不用犹豫了 然而这把不是 白色海盖斯又不可以特意递一下 那就拿个复苏之方凑了吧 一波三连胜到大选 拿到个卓子雅 大选回来四连胜 然后大输一场 知道为什么打输吗 因为他吃辣条居然舔单 到石头哥 石头哥直接给了俩大帮 运气值超级加倍 打完石头哥打赢一场 到海盖斯 活潘多拉个小军 看他这鼠标就知道很难以抉择 其实根本不用纠结 活着才有输出嘛 潘多拉又给了个大帮 四个大王 咱就说这运气值无敌 有这运气值 打个三连胜很合理了 到大选 拿到个狗熊也很正常嘛 大选回来三斤就位 装备还是个死吧 似乎少快乐 一摸五连胜到狼哥 让大家看看什么叫细节 直接把剑膜放到最后一排啊 这死七次只说死 可没说怎么死 狼哥跳过来 直接急火秒掉剑膜 死亡四数成功加一 看到没 这就是细节 六连胜到海克斯 本来可以递一下 但是某人光辉着甜辣条给忘了 选完海克斯就一直输出营营 四杠六 剑膜终于死到七色 尼扣一个 到手 到全部拿走环节 这一看这个钱多呀 递都不递了 直接拿 五杠一 金灵龙神来了 大星 那是金灵龙神爱达斯 爱达星 估计这不好了 然后打输一场 五杠二 回来自动就击 接下来进入嫖卡阶段 地下 左一 吸金就位 果然没有闲者支持啊 看样子真取消了 二连败 五杠三 白嫖一张左一 地下 巴德 可算打赢一场 到大选 又抢下个排阔 大选回来 左一二星 打完大怪六杠一 索拉卡二星 地下 派克四张 另外啊 自从龙神加强之后 这玩意现在就能买离谱 六杠三 他直接大地一波 索拉卡四张 派克五张 索子二星 还是没打过 他就上四点鞋了 到大选 拿下第六张派克 六杠六 白嫖第七张派克 然后他直接刷 第八张派克 来了 捏口直接捏 三星派克 九位 我跟你讲这龙神必须 我